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无人机的经验 但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无人机 可能你会说了第一次使用无人机 你又没有用过其他无人机来做参考 那你这个视频会有意义吗 其实刚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随后我又转念一想 一个新手使用无人机的感受 对于其他想买无人机 但又没有用过无人机的人来说 或许还是有它的意义所在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新人更懂新人 欢迎来到我是个系统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 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Mavic Air 2的使用感受 以及作为一个新手 为了飞行安全 我又做了哪些安全措施 第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选择了大疆的Mavic Air 2 买它我后悔了吗 选择Mavic Air 2的原因很简单 我想要一台轻巧的便携无人机 但我又不希望在画质方面做出太多的妥协 大疆消费级的无人机一共有三个档位 分别是Mini Air和Pro Mavic Air 2是一个处于中间的产品 重量处于中间 它的画质也如此 它有1.2英寸的传感器 比1英寸传感器的Pro当然是小了不少 但比只有1.3英寸的Mini 画质还是要更好的 另外就是我是一个调色怪 能够值出饱和度较低 供后期调色的视频的无人机 当然是我的首选 相比Mini只能用标准的颜色配置 Mavic Air 2还支持使用D-City Like的颜色格式 来拍摄视频 给后期调色也留出了更大的空间 通过调色 你可以把拍到的画面调成心里最理想的颜色 来传递出你想要表达的情绪和氛围 在这里我非常好奇 不知道各位观看本视频的朋友 有没有调色的习惯 可以通过评论或者弹幕告诉我吗 同时它570g的重量 比起905g的Mavic Air Pro还是要轻了335g 别看只是335g的重量差 比方说徒步旅行的时候 除了无人机之外 常常还需要带帐篷、衣服、相机等等 所以在重量方面我的理念一贯都是能省则省 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570g就是需要负担的全部了 它的每块电池都是接近200g的 平时如果你出门带3块电池的话那又是600g了 再加上遥控器、充电器还有各种小配件 估计还是得留一个1.5千g给无人机 我选择Mavic Air 2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安全性 安全性又包含了无人机自身的距离感应器 以及图传的稳定性 Mavic Air 2的前后以及下方都有距离感应器 但是它的左右方向是没有的 所以在飞行的时候 你向左和向右平行飞行的时候需要额外的注意 不过在更新的最新版本的固件过后 还可以禁止无人机向没有障碍感应器的左右两边飞行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更安心的飞行了 这次Mavic Air 2的图传也终于用上了OcuSync 2.0 最远的图传距离可以达到6000米 而相对Mavic Air一代以及Mavic Mini的最远2000米的WiFi图传 Mavic Air 2的图传可以说不仅距离可以达到更远 它的稳定性也更高 延迟也更低 官方给出的网络延迟是120-130毫秒 玩过网络游戏的朋友估计就很清楚这是什么感觉了 还有一个可以极大的提升安全感的东西 就是大疆的DJI Care Refresh 在大陆地区这个服务叫做DJI Care随心换 DJI Care随心换可以在购机的时候一并购买 也可以在激活机器的48小时内在DJI Flight的APP中购买 购买了DJI Care Refresh的用户可以在一年内享受两次的换机服务 比方说炸机或者是进水都可以得到换机服务 DJI Care随心换的价格是499元 第一次换信需要自付469元 第二次换信则需要支付599元 DJI Care Refresh真的可以非常非常大的增强你的安全感 因为不必再担心机器损毁的问题了 所以当我第一次出旅行的时候 我就把它飞到了肉眼看不到的森林里面去了 不过现在想想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因为换机的前提是你得记回坏掉的机器 比方说如果你飞太远了找不到了 那是不能享受换机服务的 不过怎么说呢 既然我已经买了DJI Care随心换 其实我内心还是暗暗的希望这个无人机能够哪次撞一撞 然后坏掉让我去换个机什么的 不过你也知道的 其实每次买了保险之后 然后你的东西就不会坏了 然后没买保险的时候东西又会各种坏 中国大陆地区的DJI Care随心换 还有一个非常良心的地方 就是它还会免费赠送第三者写 那什么是第三者写呢 当然不是帮你要去预防感情里的第三者了 它其实就是说 比方你拿Mavic Air 2闯祸了 无人机从天而降砸到了人 或者是砸到什么贵重物品 比方是小汽车了 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 是可以申请赔偿的 赔偿金额我看了一下官网 最高是5万元人民币 人身伤亡的情况下 是5万元内全面理赔的 但如果只涉及到财产损失的话 官网还有一行小字标明了一下 就是它拥有一个2000元的免赔额 免赔额又是什么东西呢 为了你们我又去查了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你造成的财产损失 是在2000元以下的 保险公司是不会赔偿的 哦对了 在海外购买的DJI Care Refresh 是不包含第三者的 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 如果你现在海外购买的 这个DJI Care Refresh的话 还可以自己再自行的 去购买一个第三者的 让你可以更加安心的飞行 一切准备就绪 就可以开始真正的飞行了 新闻方面Mavic Air 2支持8比特420的视频拍摄 4K画面下支持每秒60帧的视频录制 1080p的画面下支持最高每秒240帧的慢动作视频 我个人用的比较多的是4K50帧和1080p的50帧拍摄 举个例子 用原始速度在海边飞行 看岸边的海浪就没有很强的电影感 而慢放50%的速度的话 电影感就出来了 你看有没有 拍照模式也很多样 有普通模式、场景、视别的自动模式 还可以拍摄ROBE格式的照片 以供后期调色使用 还可以自动拍摄多张照片 来合成一张全景照片 当我通过图传看到它在天上灵活的变化身姿 来拍下一张全景照片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然后就在想 什么时候无人机飞行时间可以达到10小时就好了 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一边坐在家里 跟朋友聊天 一边外出拍照了 回到录像 录像时 左手大拇指需要操控飞行的高度 调整机身的朝向 拇指需要调整相机的俯视角度 而右手则需要调整飞行的前后左右 想飞出一段又长又顺滑的路线 说实话真的非常考验你双手的协调能力 做一个新手的我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新手朋友 也能够用的可以轻松拍出大片的小技巧 大家内置了一些飞行模板 通过套用模板 你可以让无人机帮你拍出非常具有质感的视频 渐远 顾名思义 你可以选定目标为中心 拍摄出一段逐渐拉远的视频 环绕 选定目标 无人机将自动对其进行360度的环绕拍摄 螺旋则是在环绕的基础上 再加上了渐远的效果 冲天则是无人机数值向上飞行 同时将视角一直对着背摄人 任务完成后 Mavic Air 2会自动飞回任务的起始地点 就感觉像是聘用了一个摄影师 他帮你忙东忙西 而你只需要动动手指即可 除此以外 你还可以选定想要跟随的目标 让无人机对齐进行跟随或环绕 这个功能的入口相对比较隐蔽 你需要在画面自行选择想要进行跟随的物体 来进入跟随模式 总而言之 有了这两个功能 即使你双手操作不是很协调 也能够拍出还不错的视频来 总结 我认为除了没有左右方向的距离感应器之外 Mavic Air 2在机械方面已经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了 唯一让我觉得还可以提高的就是它的核心部位 也就是摄像头 因为我相信其实在这样一款大小的无人机上 装上像Mavic Pro那样的一英寸摄像模块 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道理我也懂了 我猜想就是目前大疆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竞争对手 那它这样慢慢的提升摄影质量 也可以让自己的产品多卖几年 所以啊 我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使用频次比较少的话 那我会非常非常推荐 你使用租借的方式 来使用这个大疆的Mavic Air 2 但如果你确定你每个月都会用到一次 或者是你会经常用到它 那你买它的话我会说买得好 你很有钱的话那就随便你咯 对了 无人机还有一个额外的功能 就是它会让你交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朋友 特别是小朋友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观看 也希望能够收获到你的点赞 投币收藏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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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anding Landing 中文字幕——YK